民主行动党 刮拉光支部主席建宇同志 工委会主席刘炳金同志 毕丽州行动党元老俱乐部主席魏天凤同志 我们刮拉光村委会的村长程庚程同志 乌鲸亭大新村发展官林美湘同志 在场的所有的记者先生 各位乡亲父老新村同胞们 大家们尊号 首先小弟代表本区国议员 也就是我国首相 Dato Sri Anwar 向在场的每一个乡亲父老们 献上最诚挚的问候 因为首相明天 他今晚没有办法出席 因为明天将代表我国 到印度去和印度总理 莫迪进行双边会谈 为我们的小园主进行大力的推销 要印度向我国增购更多的中油 所以首相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里 跟大家见面 他要小弟向大家表示歉意 但是他告诉我 虽然人在布拉加亚 首相的心永远都在 瓜拉光都在丹本 所以今天 小弟今天来瓜拉光新村 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求我们的村长 城根城村长 明天早上向新村发展官 介意交申请 所有瓜拉光这里的所有的路灯 全部换完LED 落实路平灯亮水沟通 厕所干净 明安好的宏远 第二 我们也要求新村发展官 明天早上去MBI 移交申请 这里瓜拉光新村 每一条路都要有路牌 第三 丹本国外选区 有八个新村 为了照顾首相的选区 也确保丹本的选民 能够安居乐业 提升基础设施 小弟今晚在这里 却代表首相宣布拨款 168万 给丹本区 担心他虽然日理万机 下个月还受到俄罗斯总统 普丁邀请去俄罗斯 所以他虽然忙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 担本的选区 我目前 防务机地方政府部 通过一系列的节省措施 在首相的吩咐 在首相的吩咐之下 保护人民的委托 因为我相信 这个国家 这个多元民族 多元宗教的国家 当我们接手的时候 马来西亚不是金山 银山 马来西亚当时 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我们在大选前 首相还没有决定攻打丹本的时候 小弟兼了35个国家的外交使节 开完会以后 我问这些外国大使 你们会不会鼓励你们国家的投资者 来马来西亚投资 他们给的答案全部都是一致的 35个国家的大使 当时告诉我 我们绝对会回去 告诉我们的投资者 不要来马来西亚 那是大选前 上一届大选前的时候 今天情势已经逆转 经过首相 Dr.Sui Anwar 这18个月来的历经图字 把整个马来西亚 逐渐拉回正轨 上个礼拜 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J.P. Morgan 还有纽约的Goldman Search 六年来第一次调高马来西亚的市场评级 呼吁全球投资者 把目光集中在马来西亚 这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变 大选前全部人看到我们好像鬼见仇 五年换了四个首相 国家政治不稳定 R.J.P.哥 OneMDB 臭名昭彰 各种各样烂债 等着我们来还 我们接手的时候 吉隆坡股市是一千三百九十七点 首相经过18个月调整策略落实改革 昨天吉隆坡股市已经从一千三百多点涨到一千六百三十点 是整个东南亚表现最佳的股票市场 It's the best performed stock market in Asian And this is a Malaysian market 所以各位 除此之外 我们接手的时候 马币换美金是一对四块八 对不对 昨天马币已经涨到四四三 全世界对美金都跌 日元跌 印尼跌 太币跌 新加坡对美金也跌 只有今年 今年里面只有马币对美金起了三点六八千 马币起 股市起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投资者的信心回来了 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猫山王流连 这需要领导人的远见 魄力 魄力 决心 意志 才能够落实种种的改革 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 就好像刚才魏天凤演讲的时候 他说我们反对党做反对党的时候 什么都敢讲 现在做执政党我们没有讲 我们现在换了角色 我们没有讲 但是我们什么都敢做 因为人民选择 因为人民选择我们做 政府不是讲 对不对 做政府就要做 要落实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昨天 首相宣布公务员掉薪 涨薪水 但是很多媒体都忽略了 首相调长公务员薪水 背后更重要的措施 就是改革公共服务体系 这在过去六十年 我们有十个首相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不行 很多人对公务员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都是讲 没有人敢做 就要向中国游客来马来西亚 免签证 每个首相都讲要做 但是都是讲 没有人敢做 十个首相 只有一个首相敢做 就是瓜拉光丹布的国会议员安华 所以今天 如果你有在吉隆坡 马六甲 槟城 中国游客 来马来西亚 每周直航班机 多达477辆飞机 中国游客 来马来西亚 从去年免签证到现在 增加了231% 没有更少 反而会更多 每个中国游客进来 中国大使馆告诉小弟 最少消费7000元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500万中国客进来 每个人消费7000块 5735 只是消费就多了35亿的收入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 所以我们行动党换了角色 现在做政府 我们要好好做 做好好 而不是这样从前一样 当然在野党有在野党的角色 执政党有执政党的角色 执政党也像在野党 这就不像样 不去援 所以呢 今天行动党是做政府了 我们就要拿出表现 那么你会问 刚才你会问 这样你们18个月 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就讲几个例子 从前没有的 现在已经有了 第一 从前的政府 是没有照顾非伊斯兰宗教的 瓜拉光三圣庙 其他的教堂 基督教堂 天主教堂 规规新都教堂 过去政府是没有照顾的 自从安华上台以后 首相吩咐小弟 防务地地方政府部 去年给了我们5000万 今年又给我们5000万 18个月拿了一个亿 照顾全马来西亚的 华人神庙 天主教堂 基督教堂 新都教堂 还有我们的 所以各位 这是从前没有的 现在有的 所以我们没有说而已 我们做 做给大家看 第二 过去国政执政几十年 独钟是没有拨款的 只有到2018 林冠英上去做财政部长以后 宣布每间独钟20万 1200万 全国独钟60间 拿了1200万 安华一上台 独钟拨款就增加到1500万 今年再增加到1890万 每间独钟300千 霹雳州政府 我们再加多200千 这里玉才独钟 今年就跟我们拿了50万 你可以问 玉才独钟董事部坐在台下 董事长他都吴国方 钱已经拿了 不要静静的 要大声讲出来 所以各位 这些不是讲 是已经做了的 同样的 除了这个非伊斯兰事务部 华文独钟 华文独钟之外 我们也同时 对于华人新春 华人新春 国阵做政府的时候 黄家定也好 陈主牌也好 当年新春拨款 是拿到6000万 这么多年 差不多都一样 小弟一上台 去年 新春拨款 即刻增加到1亿 是史上最高拨款的一次 今年 我们通过内部节省 新春的拨款 小弟有信心 现在已经在最后 审批的阶段 一旦经济部 财政部同意 今年的新春拨款 有望 可以从 从前马华执政的6000万 增加到 行动党西门执政的 一亿两千万 增加了 一百八千 所以各位 不要说我们没有做 而是我们是拼命在做 同时 大家也看到 公务员改革 很多人 很多首相都知道 要改 但是不敢改 不能改 不会改 安华座首相 第二 现在的公务员 新的制度 如果知道 下属贪污 滥权 做上司的 包批下属 将会被禁止加薪 禁止升级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改革 第三 从前的公务员 时间到 自动加薪 做够久了 自动升级 现在 没有这一首歌唱了 首相宣布的新制度 一切以 绩效为主 以表现为 主要的原量标准 要加薪 评估分数 从前是60分 现在最少要65分 要升级 从前是70分 现在最少要85分 好像你的儿子考SPM 最少要A 才能够进大学 现在公务员 表现也以 My Performance指数 来进行评估 这些都是人民 很多人不知道的改革 大家看报纸 看到新州之报的标题 只看到公务员加薪 但是却没有看到 新州之报的内容 讲得很清楚 里面首相落实的 种种改革 这个如果能够得到 150万公务员的配合 就不会再出现 从前我们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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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第一次做政府 做了11个月 倒台 第二次做政府 又很短命 只做了22个月 又倒台 这其中 后来我们在反应 在反省 为什么西门 这这两次 都是这样短命 好像魏天凤 可以长命 百岁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只有22个月 后来我们发现到 最重要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政府 并没有获得全国公务员的配合 你做部长 你讲你的 他做他的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阳凤 因为 你叫他去左边 他偏偏去右边 你叫他去右边 他偏偏去左边 所以 公务员不配合 有再好的政策 也没有办法落实 经过反省检讨 我们知道 现在做政府 就好像开车 这辆车的时速 只有120 我们前两次做政府 都把马力开到完 明明只可以跑120 我们就跑180 所以就翻车 翻车不是翻一次 翻了两次 人家说 经一世 长一智 现在第三次做政府 要确保这个政府做得好 就要得到公务员的配合 我们一声令下 他马上执行 就能够看到成绩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 汽车可以跑120 我们只开110 不敢开180 因为欲输 这不打 这句成语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明白不明白 所以呢 现在我们是 稳中求胜 所以这18个月 现在形势看起来 是越来越好 昨天的开票成绩 也是史上一个政治大地震 因为奇兰丹是回教党的堡垒州 奇兰丹是回绿色浪潮的最后一道防线 去年周选的时候 回教党还赢了810票 昨天晚上开票 他倒输3255票 这是政治大地震 马来选民也转过来 支持团结政府 政府就会稳定 这个国家 谁要做政府 都一定要得到 马来同胞的支持 华人占全国 只有22.4% 加上所有的选民 我们可能只有23% 举手举脚 人数也不够多 不要忘记 政治是数人头的游戏 你人头不够人多 拳头又不够人大 拿什么来说 是不是 赢了 最多是四十几支火箭 没有可能赢到全国222个 我赢做政府 你最少 他拿112只 只可以赢 所以你做政府 他带领国家前进 带领国家前进 就必须得到各民族的支持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布加币 全部支持你 你的政府才会强大 强大的政府 才能带来政治稳定 而也只有政治稳定 投资者才敢来 经济才能成长 投资才能作战 才有更多的人 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很幸运 有一个聚功尽瘁的首相 安华 经过十一年牢狱之灾 安华 经过二十六年烈火末期 民主抗争 他知道 时间不在他那一边 所以他今年虽然高龄七十七 但是他工作的魄力 好像二十七这样 我跟在他身边 时常看到他只是官员 明明今天只安排五个节目 手下就要求增加到十个节目 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他的官员也做到半死 他也完全没有休息过 他明天去印度 你知道他怎样去吗 明天早上还要去UIDM 还有一大堆的活动 明天晚上七点飞 半夜到印度 二十号早上见印度总理 Modi 完了之后 一整天的节目 还要见投资者 还要见印度的部长 总理 第星期三 就马上飞回来了 这种行程 我讲的都怕 因为太累人了 但是首相从来没有 没有怨言 因为他知道 马来西亚在过去的十年 已经失去太多 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尼 许多国家都在引头赶上 许多国家已经把马来西亚 抛在后头 我们没有浪费时间的余地 不用去理会参民的评论 参民讲话不用本钱 但是我要呼吁 所有行动党的党员 所有的支持者 集中力量 重建家园 往马来西亚 我们用政级来说话 开创新格局 打造更加辉煌 繁荣昌盛的马来西亚 必须集中力量 确保这个国家 能够成为世界 受世界尊敬的国家 我们有信心 现在缺少的就是时间而已 我们需要两届 来把落实改革开放的议程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最难的改革 就是公务员的改革 现在也已经开始上路 而且过后 新的公务员进来 没有养老退休金 以公寄金来取代 过去的公务员 去世以后 老婆还可以拿退休金 拿到孩子18岁 所以国家财务负担 非常沉重 为庞大 可是这些过去九个首相 人人都知道 个个没法做 人人都知道 个个没法做 只有第十任首相 安华 敢做 会做 能做 想做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 开始成为了 投资者的宠儿 你如果有看这几天的报纸 今天 新洲之报 中国报 东方都有刊登 英国的扎打银行 扎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也高声唱好大马经济 过去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是唱衰大马 现在是唱好大马 JP Morgan 过去是不把马来西亚 放在他的地图里面 已经被排除在外 现在还调高我们的评级 我们的马币 开始逐步上升 我们的股市 开始看到起色 我们的外资 开始一步一步的涌进来 这些都要时间 当然 你可能暂时还没有感受到 因为那些资金进来 还没有到真正到民间 但是明年 我相信 大家就会开始感受到市场 到这个金钱 经济成长的效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失业率 今天 马来西亚根据经济原理 已经达到了 全民就业的标准 任何有读经济的人都明白 只要一个国家 失业率少过4% 它就是全民就业 换句话说 人人有工作 要做工 有工可以做 今天早上 我们的失业率 已经跌到3.3% 现在老板来找我们投诉 不是没有工作 是请不到外劳 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上台 就开放六大领域 给老板们请外劳 包括园秋各中国的 包括开餐馆的 包括制造业开工厂的 我们总共批准了 50万来自 芬格拉 芬格拉 印尼13个国家的外劳进来 所以也大幅度的减低了 劳力不足的问题 此时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华社的中小企业 能够抓紧改变的契机 要转型 你不转型 就会被社会淘汰 过去有工业大革命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从真机机走向电器 从电器走向互联网 从互联网今天 已经走向人工智能 所以全世界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变 变化是至千古不变的道理 而孙中山先生 在一百多年前 辛亥革命就讲过 天下大势 改变的趋势 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 引不上改变的趋势 就只能够等待时代的淘汰 所以呢 华社本身也要自强 但是那是留给另外一个场合 来做研讨会 来讨论的 今天我曾非常的高兴 能够出席 由我们刮拉光行动党支部 其实还有珠宝支部 要在这里开支部 非常不简单 非常辛苦 因为刮拉光和珠宝 都没有行动党的国州议员来照顾 所以他们能够自强不息 能够开这个宴会 宴开七十座 使得我们给他一个鼓励的掌声 不容易 所以呢 小弟今天也代表周委会 为了以示鼓励 捐献一万几元 给这个支部 作为你们的活动基金 当然 我们希望 所有的同胞们 马来西亚 当今 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我们如果错过了 大家想想 要不是今天是安华座首相 也就是这一区的国会议员 今天如果还是伊斯曼索比里 还是慕尤丁 你认为 当今马来西亚 有能够看到 如今一片充满希望 充满潮气 潮气逢波 而且获得世界尊敬 这绝对不是一措而就 是我们一步一脚印 慢慢走出来的 小弟有幸受委 防务地方政府部长 我在过去一年 跑了全国13个州家 上联邦自辖区 推动所有的民生设施 2023年 我们部门完成了 5196个民生工程 来落实路坪灯亮水沟通 厕所干净 民安好的宏愿和理想 去年5000多项工程 今年小弟有信心 还会再落实超过5000项的工程 给我们10年 5万项的民生工程 落成以后 你再决定评估 这个政府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能不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求 所有的市议员 州议员 国会议员 集中力量 造福人民 不用去理会 参民的评论 因为这个国家 过去太多太多负能量 这国家需要的是正能量 太多的负能量 最后呢 人家说 积极的人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量 消极的人像月亮 初一十五 不一样 你跟蜜蜂 你找到花朵 你跟苍蝇 找到厕所 不是 你是谁不重要 你跟谁在一起 才重要 同样的 这个政府 如果你整天都是负面的评论 这国家永远都不会进步 所以要进步 要打造正能量 确保我们都有积极 乐观的心态 因为中国股市有一句名言 信心比黄金重要 有信心 人人敢投资 有信心 人人敢消费 有信心 人人敢推出来 就业 经济就会成长 人就有机会赚更多的钱 照更好的生活 所以呢 再一次的 非常感谢各位 在今天 今天应该是七月十五 对吗 于兰圣节 将靠近了 能够在这个过节的时候 当儿一起出席 这个昌明大马 并肩同行的晚宴 这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坚定的 成为首相 安华最强大的后盾 因为我们要确保 当安华在前面带领国家的时候 瓜拉光 珠宝 所有的村民 将成为首相 最强而有力的 靠山与后盾 开不开 所以呢 我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让我们在即将来临的国庆的时候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